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在食堂吃饭 我都吃腻了 那咱们今天换换口味 去外面的饭店吃吧 太好了 请问您几位 两位 请问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菜 我们这儿的烤鸭做的不错 两位要不要尝一尝 来北京以后我还没吃过烤鸭呢 要不咱们点一个吧 行 一只烤鸭 一个鱼香肉丝 再来两碗米饭 两位要喝点什么 我喝过菊花茶 挺好喝的 那来一壶菊花茶吧 好的 请问两位有什么忌口的吗 他不能吃太辣的 别放太多辣椒 好的 两位请稍等 天天在食堂吃饭 我都吃腻了 那咱们今天换换口味 去外面的饭店吃吧 太好了 请问您几位 两位 请问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菜 我们这儿的烤鸭做的不错 两位要不要尝一尝 来北京以后我还没吃过烤鸭呢 要不咱们点一个吧 行 一只烤鸭 一个鱼香肉丝 再来两碗米饭 两位要喝点什么 嗯 我喝过菊花茶 挺好喝的 那来一壶菊花茶吧 好的 请问两位有什么忌口的吗 他不能吃太辣的 别放太多辣椒 好的 两位请稍等 天天在食堂吃饭 我都吃腻了 那咱们今天换换口味 去外面的饭店吃吧 太好了 请问您几位 两位 请问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菜 我们这儿的烤鸭做的不错 两位要不要尝一尝 来北京以后我还没吃过烤鸭呢 要不咱们点一个吧 行 一只烤鸭 一个鱼香肉丝 再来两碗米饭 两位要喝点什么 嗯 我喝过菊花茶 挺好喝的 那来一壶菊花茶吧 好的 请问两位有什么忌口的吗 他不能吃太辣的 别放太多辣椒 好的 两位请稍等 好 谢谢大家 anal人的观看 你们进去的仅逅 关闭起来 我们进去的仅房子